北京当局把接种中共病毒疫苗当成政治任务层层施压 各地政府为完成指标出现高价雇人带打疫苗的乱象 费用最高达5000元人民币 该传出有村民替人顶数打疫苗 结果打了5针后死亡 近日河北、湖南等多地官方通报 当地有民众被拉到外地打疫苗 中南海一天宣布逮捕两虎 中共最高检8月24日消息 对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 以及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 检察长蒙永山两人做出逮捕决定 而前一天中纪委通报 辽宁原副省长薛衡主动投案 目前正接受调查 成为辽宁省今年落马的第二虎 中共监管机构8月冻结了国内的40多宗首次公开募股 短山科技财务造假案持续蔓延 在中共证监会对其聘请的华龙证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等4家中介机构立案调查后 短短几天有超过40多家中汽上市计划被迫中止 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 比亚迪旗下机车晶片厂IPO也喊卡 香港教协集民政等民主派组织先后解散 近日旅有消息指支联会将解散 支联会从1989年六四事件后便在港举办悼念活动 而14日在有港媒称支联会常委周一以4票赞成3票反对的情况下 通过决议解散 决议人代会员大会通过 支联会可能在日内召开紧急会员大会 支联会副主席邹信彤表示不评论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